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角七号画上的等号 今天我们就带您到恒春走走 恒春会在台湾南端 早期叫狼轿 衣裳半海气候温暖 四季如春 因此清朝政府官员来台逐城之后呢 就将它改名为恒春 然而恒春不但是景色美丽 还有著名的古城 独特的恒春民谣 值得来一趟探寻之旅 当走进恒春 首先向你招手欢迎的是 守护恒春 两百多年的古城 东 南 西 北四座城门 城墙壁堤为板竹夯土建筑 以气砖点石而成 可说是台湾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城 这个本来是有一级古迹的一个本质 但是因为人为的修护 比如说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 它就是后来用人工 又把它盖成一个像庙形的 一个建筑物啊 新古搭配好像有点不合它一级古迹 原有规定的条件啊 所以就变成二级古迹啊 那现在由于技术观念比较成熟了 慢慢很多修护的方式都按照原有的古法来做嘛 像他们现在在做的 他们用糯米浆啊 用那个黑糖水啊 用那个牡蛎的那个贝壳把它搅碎啊 含泥土敲起来 用板竹含土的方法来做这样 这个东西我们老子中有它的智慧 这种东西跟水泥不一样 水泥是用久了它就呼化 这东西越久它就越坚固 所以它可以可能不止历几百年 有时候更久的时间都还会觉得它非常坚固的 恒春环山念海 建成时不单有玉笛逐城的考量 更是依据天地五行自然运行之理所建 这个建成是因为这个地理来的啦 这个珠山后面海嘛 面海他现在所谓我们的守护区域 那个自然地理的那个守护士林嘛 就是说他这个是珠山 就是标识旋武代表北旋武 他的那个柳平左青龙 这个山脉 这个山脉 这龙鸾山 龙鸾山脉 那个是零嘛 左青龙 右白虎那个 现在我们看过那个 那对我们的宝门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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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鸾山就是右白虎 我们现在看过头前 那个山脉有没有 那个是西平山 我们通常的那个守护士林是北旋武嘛 左青龙右白虎嘛 西朱雀 1871年 琉球人 因在海上遭遇台风 漂流至台湾屏洞登陆后 因语言沟通问题 被高市佛舍的排湾族人所杀 日本人要求清政府处理 但当时的清朝政府却置之不理 日本人则以此为借口 在西元1874年5月 派兵征讨台湾原住民 引发台湾史上著名的牡丹社事件 清朝政府也因此意识到 中国东南海防的重要 便派沈宝珍来台设县逐城 这是台湾唯一为了军事防御所建筑的城池 也成为屏东县最早的县制 为什么清廷在211年当中 会有190年是把它放弃的 把它不疼喜的 甚至在宫古岛的居民海难事件的时候 54个人被杀 他竟然说那个我们管不着 那个是话外之民 那日本人说那我来管我最喜欢的 所以牡丹社事件 他们派了3500人的时候 那不只是军事 他们派了很多专家专业人士来这里做探讨 来这里做勘察 他们就喜欢上这里 那清朝也就是因为这个城门的所谓的牡丹社事件来建立这个城门 他是在宣告说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啊 那结果其实在20年后就变成日本之首 恒春最早称狼教是排湾族语的音译 后人对字意的解释有很多种说法 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其实都描绘出恒春丰富多元的自然人文景观 四季如春嘛 这个冬天来都还是利游有的啊 还可以种到啊 也有人称这个是兰瓜之城啊 但是有原住民说不是啊不对啊 狼教在他们原住民里叫做荷欢啊 这里应该充满了很多很大的荷欢树啊 他们荷欢也用的很多啊 所以应该是荷欢啊 有人说不是啊 在狼小18社这一边的人说 应该是鲸鱼啊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鲸鱼 出现鲸鱼最多的地方啊 所以有很多种说法 原来恒春还有这么多典故 耐人探索 如果不经文史工作者的介绍 我们可能也都是走马看荒了呢 文史教育工作者其实发现 我们的居民对我们台湾本地的历史 了解实在有点疏忽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没有教嘛 因为那是一个失落的一个区块 那我们也会有深信对土地的了解 对土地有感情的时候 才会疼惜这个地方去保护它 所以就是对土地守护的精神 我们必须要让孩子去启发起来 有时候像恒春城 就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砖头而已有什么好看之类的 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到它的核心背后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值得去考虑的 去想的这些问题 在这个有闽南 客家 汉族 原住民等族群多元的地方 也融合着多种的文化 这里不单流传着阿美族 平浦族等歌谣 也因此酝酿了台湾独一无二的恒春民谣 阿美族 震荣 king 海族 海族 阿美族 海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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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听说我们在桑听 在桑海边的桑牙说 一路海培得恒好 就在桑牙 降腐 宣软软 海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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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他压着别差 压着就得来说清这个寡心 恒春民谣有思想起 五空小调 四季春 平补调 牛木半 五种曲调 今年金曲奖得主朱丁顺老师 最近把风港小调改为恒春小调 因此恒春民谣现在有六种曲调 这几个 film 这表演呢 请问你 天哪来欢乐 当来山地欢乐 当来山地欢乐 在五六十年前 许多恒春人都要离家到丰岗工作 从恒春到丰岗路途遥远 翻山越岭的逢年过节才能回家一趟 爱唱歌的恒春人就用唱歌来表达思想的心情 现任恒春民谣促进会理事长李正基女士 四十年前与先生来到恒春开设诊所 之后他们就爱上了恒春人的淳朴而定居至今 出外人到这边来又得到这边的那个乡亲 很大的爱护与鼓励 就说当地的文化我们也应该要去认识 所以我就这种想法我就去学民谣 各国的民谣都一样 你可以从它的旋律去了解那个族群的那个特性 地方文化也是将前人走过的历程 以及所累积下来的经验与智慧流传给后代 传承是一份责任更是一项挑战 需要有多方努力和坚持 文化的传承真的是不容易 它不是说一动一天两天就能够亲吟起来 还是办一个活动 它是要持续性的 它们还是要持续性的 它们还是要持续性的 客战的主意 保险 这是修圍我们的 阿尼 你给我 马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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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山位于屏東县恒春半岛西南方 是海底隆起珊瑚礁组成 以前叫高山岩 海拔虽然只有152公尺高 但由于位在恒春半岛西部 广大平原的至高点上 所以视野极佳 除了欣赏最著名的官山戏照之外 向东可俯瞰恒东纵谷平原 北望大平顶台地的倾斜景观 现在在这里还可以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欣赏美丽的风光 我们园区的这个地位 它几乎是180度 整个面对台湾海峡 而不是说大概取鱼几度几度 我们大概是几乎是180度 可以看得到 在欣赏这个美景的同时 再加上云品 所以说客人会觉得是说 这边的东西会比较特别一点 在这个园区内 不仅可以独立很早的欢乐趣 还可以逛一逛园区内 美丽的自然风光 父亲的意思 他就觉得是说 每个人出来玩 希望有一个寓教寓乐的 一个自然生态环境 不要就是多么看望 所以说当初才会在这边 做经营的一个想法 这样一直 这时由于云雾遮蔽 海面又泛起博物 细照美景无法全面呈现 只剩晚霞在海面激起 片片金光 过了一会儿 恒春镇上的灯火 也一盏一盏亮了起来 头上的星星也慢慢出现了 体验了一天 恒春西部海岸的风光 想必还流连忘返 墾丁大街 可以说是晚上的最佳去处 来到这里 让人有时间变慢的错觉 富有南洋风味的生活 更是这里最迷人的地方 有人把墾丁称作台湾的夏威夷 因为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年轻人 穿着轻松悠闲逛着大街 更多的是像这样全家大小一起出游的画面 墾丁街道上有特色又精致的店铺很多 走进这间只有几瓶大的店 首先映入眼镜的是店长阿张与许多名人的合照 平时他喜欢跟客人聊天 特殊的才能是快速人物写生 只需三到五分钟 一幅量身定做的人物素描及大功告成 花花队友生命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我只会这个 在这边这种度假的地方 可以带给观光客一种 也不能是带给他们 也是一种互动 就是他们来度假心情也很好 然后我帮他们画 帮他们画一些比较趣味的 他们也很快乐 店长阿张是淡水渔人码头的第一届画家 由于街头画家越来越多 原来的空间变得逐渐涌挤 因此他选择离开 另外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感觉好像有点 画家跟画家会有一些海挤 然后我就不想不喜欢那种感觉 然后就跑看能不能到哪里找一片天 澎湖我也去过 台东也去过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墾丁 这种感觉 比较像夏威夷 比较像国外的感觉 好像蛮适合我这个东西的 那时候就觉得 应该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来这边试试看 所以就到沙滩上 今年是阿张在墾丁的第13个年头 回想刚到这里 人生地不熟 没有店面也没有摊位 而海边沙滩上的游客却很多 他突发奇想 就在沙滩上摆起摊子 帮人画画 就是跟他们在地人 就打成一片 然后他们借我扬闪这样 然后就在那边摆 摆了三天以后我就动手 因为那边沙滩实在太热了 然后摊子又很多东西 你不能摆着 然后我就不管 等下不见了怎么办 晚上人家放炮我放到天亮 然后天亮我才能睡 所以睡到大概八九点 太阳又把你晒醒 然后一醒了又跳到海里去 不过那时候 现在回忆起来的感觉 那时候 蛮有那种 蛮好的感觉 画画是阿张的兴趣 他说他也只为这个 然而借由画画 他有了自己的店面 太太就是他的工作伙伴 我觉得让我成就最大 是跟客人的互动 然后他们每年会来找我 今年刚认识情侣 然后过两年 结婚了 然后再过几年 小孩生了 或是怀孕了 生出来 然后再过几年 这个小孩已经大学了 看着他温柔地握着 女人的小手画画 肯丁悠闲的空气中 又多了一份温馨 近年来冲浪运动 在台湾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南台湾满洲乡 东宾太平洋 南宁巴士海峡 有着追加浪况的 加热水海域 就成了冲浪的上好地点 加热吸引许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 请来体验冲浪的快感 看过电影海角七号的观众 在见到这个身影 大概会觉得很点熟 来自澳洲的尼尔 在电影中饰演外国摄影师 其实他本身就是 相当知名的专业摄影 而他也是冲浪运动的爱好者 在2005年 第一次来到台湾 拍摄冲浪活动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他发觉南台湾的好 我在2005年来到台湾南台湾 我第一次来到台湾南台湾 我第一次来到台湾南台湾 我当时来到台湾前提到台湾 我没有想到台湾 阿坠南台湾南台湾 它和南台湾 非常漂亮 有一会儿有好风 河风 颜沫 它是很美的海洋、生活風格、很美的文化 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 由於攝影和衝浪都是尼爾的最愛 所以有時候會遇到難以抉擇的情況 有些日子是很困難的選擇 要是拍照或是拍攝 有時候拍攝是很好的 當時拍攝是很好的 我只想拍攝 但沒關係 是好玩 但我喜歡拍攝 我喜歡拍攝 好,來吧,衝浪 衝浪運動是利用浪頭的力量借力使力 以達到在海上乘著浪 起伏滑降的快感 衝浪它就是很純粹的快感 就是當你在追到浪 踏上浪頭的那一刻的時候 你會知道自己克服了一些 然後就是把握了你的時刻這樣子 加勒水海域位於河口特殊地形 向西面的海浪小適合出學者 而向南的海域浪比較大 是中高階衝浪好手的最愛 他們會選在秋冬季節 清晨6點到8點或下午的時間來衝浪 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 所以在秋冬的浪是最好的 每天都有肩膀到一個人高的浪可以玩 蠻適合中高級的衝浪手來挑戰 衝浪運動由於是在海上進行 因此有許多安全守則必須遵守 已經累積十幾年衝浪經驗的教練 張家智特別提醒 初學者應該先熟悉怎麼操作裝備 初學者的話在秋冬教學的話 必須要有教練一對一的教學 那當然不可能初學者帶到那個 現在鏡頭看到那麼大的浪 那我們會在硬賽區比較小的浪況 然後現在會在河口做基本動作的練 因為初學者要的不是浪 要的是怎麼去操作裝備 然後注意遊戲規則 然後在安全的情況下去學到衝浪這個運動 瞭解主要的裝備 衝浪板是初學者的第一堂課 然後記住你們在海邊的時候 如果風在水的時候 現在也是跨洋然後很難 因為你震浪的時候 你就風一吹也不會一直轉 對 這樣很難 浪板尾舵用來控制方向 腳繩是連接衝浪者身體 與衝浪板唯一的橋樑 另外防寒衣 腳踏墊 防曬油等 也都是衝浪的重要配件 還有可別忘了下水前必須先做暖身運動 在高雄都會區長大的王毅仁 因為衝浪讓他愛上滿洲這海邊的小村落 他發現人和大自然是如此相依相處的關係 一種深深的感動 使他希望能為這塊土地付出 第一次來到鄉下 然後跟大自然環境這麼緊密的結合 日出而做日落而起 然後深深地受到感動 共享海浪 共享自然 目前我們就是帶著村莊的小孩子 一起參與衝浪這個活動 就是希望把這個衝浪的教育 能夠也跟學校的教育結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來衝浪的人 除了愛衝浪之外 也要愛護我們的環境 真的很重要 我們每個月都定期的靜攤 加勒水海域可以說是衝浪者的勝地 在這裡不僅可以遠眺太平洋 海天一色的自然美景 還可以看見衝浪好手在浪端 下雨海浪 展現高超技術的情境 經過了這趟恆春半島行 希望能夠讓您對南台灣這塊美麗的地方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感謝您的收看美麗新台灣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